主席洛委員還有各位委員各級機關的代表 還有在座各位學者專家女士先生們大家好 那我今天就關於財化法的修法的部分 因為我其實有提供那個簡單的PPT 那我想我就按照PPT的內容 大概簡單跟各位這個與會的 各位女士先生們做一個簡單報告 下一頁 那那個 對不起 我先做一下財化法目前的現況盤點 因為我們大概要修法的話 可能要先了解一下大概問題會出在哪裡 第一個我簡單講一下說 這個財化法目前的狀態是不是會形成一個中央集權跟集權的現象 那簡單來講這個答案是對的 那我必須要講說集權跟集權這不代表違法濫用 這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我就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因為我們財化法目前的規定第八條第一項 跟第八條第十二項分別規定的國稅跟地方稅 民國88年的時候 我們當時候營業稅有那個總角跟分角的爭議 我只要把十二條的第一項第一款營業稅 把它搬到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 立刻就從地方稅變國稅 它其他法律都不用動喔 營業稅法都不用動 這是當時的背景 所以我只是說從這個客觀事項 你可以看得出來 立法院只要想要動國稅跟地方稅的任何一個稅務 它其實透過財化法規定 一個條你就把它動過來 就這樣而已 那會不會形成集權跟集權這樣 其實它只是在描述一個 立法院其實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讓中央取得當時是地方最重要的 自治稅圈的來源叫營業稅 營業稅被拿掉以後才變成土徵稅 這個是必須要從那個歷史背景脈絡去看 第二件事情 同樣透過立法形成 第八條第二項到第四項 以及第十二條第二項到第六項的規定 這個地方我提出來 這個條文規定其實是有利於直轄市跟省轄市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就舉那個遺產稅這個例子 彰化縣大村鄉 最近幾年有一個遺產稅 正興輪胎董事長跟董娘的過世 你知道這個遺產稅發下來以後是怎麼樣爭啊 大村拿八成 其他兩成留給中央 彰化什麼都分不到 這件事情你就會看得出來 但是如果這個事情是發生在台北市呢 台北市可以拿五成 中央拿五成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我們是水平來比 縣會在遺產證與稅的分配裡面 他一毛錢都拿不到 直轄市跟省轄市沒有這個問題 像新竹市跟基隆市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下面沒有鄉鎮市 可是遺產證與稅就會在縣裡面產生這個問題 我再舉第二個例子 棄稅跟娛樂稅 你去看我們的財化法第十二條的第五項分 第六項規定 看起來是地方的稅收 本來應該在直轄市跟省轄市 是他們可以收進來的喔 棄稅其實也沒有多少 當時候蘇院長那時候還本來有在討論 要不要改那個棄稅的問題 結果棄稅是80%給誰 給爭取的鄉鎮市 然後20%由縣統籌分配給鄉鎮市 答案是縣也是一毛都分不到 娛樂稅百分之百全部都給爭取的鄉鎮市 所以這個地方形成第二個問題現象 城市型的地方自治團體比較有利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搶進六都的原因 因為很簡單 我不用再分下去 我如果以彰化縣作為一個例子來做說明的話 那我可以留在我彰化縣做一個統籌的 我要做什麼基礎設施我也可以統籌 但錢分下去你就是不能動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涉及到我們的地方制度法裡面 把那個自治層級裡面分成的直轄市跟省 然後第二級的縣市 然後還有第三級的鄉鎮市 這個如果委員們考慮這個問題的話 我相信不會是只有垂直分配還有水平分配的問題 第三個剛剛其實前面有委員提到 財化法是沒有憲法未接的標準跟基本原則 但其實不是說完全沒有 他只是放在我們的財化法第十六條的第一項規定 那個地方其實我有用一個比較簡單的 比較通俗的 其實財權劃分不是沒有基本原則 你如果去看其他先進國家 財權是跟事權掛在一起的 要做事情當然不要有錢 做事情要有人要有錢他做也可以 所以財權的劃分 他基本上是透過財化法的規定 本來理論上是要去扣地方制度法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說要做多少事情 其實我們歷年的預算都可以攤出來 在這裡面不是沒有標準 只是我們財化法跟地制法 我們兩套法律的立法 向來是個行其事 沒有把它連結在一起 只有一個蠻弱的一個條件 是在財化法第十六條 我記得財化法不知道是第幾條規定 他就有講說 你是地方的事物 就由你來支出 那事物的支出收入要對應啊 所以德國人他就講說 事物支出收入要配合在一起 錢是這樣分的 因為做事情 你總是不能讓人家 巧富難為無名之吹 這個是 我要講 財權化分不是在講 大家搶秉 秉大秉小的問題 是大家 是中央地方夥伴關係 做事情 本來就是 你做事情 你給他什麼樣子的 你希望他做什麼事情 你要給人家一個 該有的財源 劃分標準 是這樣才能夠建立一個客觀明確 可被依循的標準 不然大家都用政治師 角度考慮的話 我個人是認為 這有點可惜啊 然後最後面我講一個工具的 使用的問題 因為其實財政部也沒有說 真的是獨佔全部的財源 他在制度的操作上 他是你在劃分的時候 劃不夠 我用統籌分配稅款 先給你補上來 然後第二層次 他再用那個所謂的補助款 就是一般型補助款 或是專案補助款 或是計畫型補助款 那我只是要講一下 因為補助這個事情 比較沒有法律上的依據 補助 其實他原來的用意是 政策性補助 因為中央可能會有一些政策 他希望你配合 比如說舉個簡單例子來講 他希望你們自己 蓋一些捷運設施 那我要給你這筆錢 通常會希望 你也要有一個自酬管項 你不夠 那我就支援你這樣一個政策上的補助 所以他是有特定目的的 但今天我們要談論的問題是 我們如何透過我們國家既有的這些稅收 能夠去做合理的劃分 讓至少地方自治團體為了要滿足事務上的需求 他是有足夠的至少一定程度上的經費 去完成這個工作 這個才是基本上不是黨派考量 他是一個體制體系性的考量 來做一個整體的規劃方向 因為時間緣故我後面我就 我想我就不再多說了 那至少盤點你大概就可以解決 大概重要的問題方向 我自己在那個PPT裡面還有做一些補充上的說明 那我先報告到這裡 謝謝